科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期待有幸能有机会 对已经发生的事件 做出全面与可信的说明 科恩去年与总统决裂之后 就他与总统的交往 向检察官提供了 几十个小时的证词记录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新任主席 民主党众议员伊莱甲·卡明斯宣布说 这次公开听证将于2月7日举行 地点是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我认为美国人民将有机会 听取科恩先生的解释 民众的代表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将有机会向他提出问题 我认为美国人民将会看到 他们的选票的确有用 我们开放听证是为了确保透明度 卡明斯说他已经要求 白宫和特朗普组织提供 与封口费相关的文件 科恩向两名自称与特朗普 有染的女性提供了这笔封口费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表示 他希望安排一场闭门听证 要科恩就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事件作证 他将就此回答问题 我们正与律师联系 我们希望他会自愿参加 情报委员会的闭门听证 并提供证词 所以我们已经就此谈判了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尽快完成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表示 他对科恩的作证并不担心 科恩上月对法官表示 他对美国总统的盲目效忠 导致他去隐瞒他的肮脏行为 科恩曾经说过 他会为特朗普当子弹 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